对于1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多位在福州工作生活的台商台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感受到对台湾同胞的尊重和上意,对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也更加有信心。 台商二代,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农与会长陈秀龙,1993年从台湾来到福州,女城副业投资经商。 陈秀龙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并强调一对话取代对抗,令他更有信心也更加安心。 我觉得中间也提到了就是说尊重这个台湾同胞,团结台湾同胞,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保障,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台湾同胞会对于今天这个习总的说话有很大的认同感,而且有很大的安全感。 来自台湾苗栗的陈伯瑞是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主治医师,2009年福建率先开放事业单位招收台籍毕业生,他由此考取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院,成为福州市事业单位聘用的首位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台胞。 他表示,大陆40年来对台湾同胞释放了非常多的诚意,台湾同胞都非常感激。 习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对于台湾的这种包括一些这种宗教信仰,包括这种制度,包括经济财产这些的一个重视,也尊重台湾民众的一些意愿,在很多的制度上面能够进行一个协商去沟通。 其实在这一点上面呢,真的是体现了一个大国的体制的一个氛围,然后呢也非常有这个气度,希望就是对于两岸未来的一个和平统一的道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吧。 不久前顺利联论福州台协会会长的陈毅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陆汇集台胞31条措施出台,对台资企业的帮扶相当细化。台胞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在这个大陆的这个整个民族的振兴崛起,可以让两岸的同胞都共同来受益。 所以说我听到这个座谈会之后呢,徐总书记的讲话,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应该要承担这样的使命,在未来我希望两岸的同胞共同来努力合作,相信未来一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时代。 Yani, возможно, Sher ache的这些主意集,有什么历史可乱的人之后,我们只需要降低 并非能保重新几川政府、消灭 aquilo在icas到内部。